第18題 已知A叫做-3的四次方 B叫做-3括號的四次方 C是2的三次方括號的四次方 D是2的二次方括號的六次方 折下列四個數的關係的判斷合者正確 題目的意思要我們判斷AB到底相等或不相等 CD到底相等或不相等 基本上它會有兩個需要比較的重點 第一個比較A跟B 我們先看一下A A叫做-3的四次方 事實上這個題目就告訴你說A其實是負的 A是負的 負的多少呢 4個3乘起來 那我們再看看B B叫做-3括號四次方 那事實上它這個叫做4個括號乘起來 括號裡面寫的是-3 所以是4個-3乘起來 4個-3乘起來負負得正負負得正 所以呢這個算出來不管 3算出來是多少反正它是正的 A是負的 B是正的 那我們就知道A一定不等於B A一定不等於B 這是第一個 這個 它要我們比的A一定跟B不相等 所以AB兩個選項就去掉了 我們再來看比較第二個部分CD 兩個 數字 這個C呢叫做2的三次方括號的四次方 根據指數率 括號的四次方這個要把3跟4把它乘起來 3是12 2的12次方 那這個D呢是 2的2次方括號的6次方 有6個2的2次方 所以呢一共是 2的2 6 12次方 C等於D C跟D相等 A跟B不相等 所以呢很清楚 答案就是C 這個選項